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进行第一次打顶 第二次打顶就是等到它的侧牙长到8公分左右的时候 进行第二次打顶 之后的打顶就是以此类推 像我手上这些小苗 现在要做的就是第一次打顶 直接给它剪掉 如果像这棵一样 我们打顶的时候发现它是长了花苞的 那我们这时候千万不能手软 要把它及时的给它咔嚓掉 因为这个花苞会过多的消耗养分 导致植株的生长反而变缓慢 一般经过三到五次打顶 那我们就能收获一个大花球了 需要注意的是之后的打顶 我们最好每个分支都给它把顶牙掐掉 这样子分支长得会更加的整齐 高低一致 那开启花来的花球也就会更加的饱满了 那今天的官员马格丽特打顶的介绍就结束了 喜欢点个关注再走吧